第四季节目 舅舅 您找我 坐吧 你自己看吧 新军停止进攻 这 是前方讨逆战事不顺吗 可我听闻 新军已将革命党打回了五常 新军是袁世凯的 他说不打就不打 谁也没办法 这个袁大头 真是用兵自重 无法无天 袁世凯说 别日征战 攻势已是强弩之末 而乱党俱成死守 朱若强攻定是鱼死网破 他又想问朝廷讨什么封伤 如今他大权在握 还在乎什么封伤 这次他明明占有优势 却擅自停战 立足于乱党和谈 我看他居心叵测 您的意思是说 他在坐等两头出价 谁出的价高就帮谁 好了 不说这些了 四川之后 崇利明被隔了职 可神机营终归得有人管哪 之前我与摄政王商议了一下 打算把你推上去 我 可 可我现在也是戴罪之身 四川之事 你只是奉了崇利明之命 并非不可原谅 这个原谅的代价是什么 不是代价 是承诺 崇利明身为艳势番番主 我既然入了艳势番 必将一直追随他 你吃燭了 你吃到一顿 就多喝到一顿 你吃太多的 你吃得给你太多了 你吃得心啊 我吃得心啊 他吃得心啊 你吃得心啊 你吃得心啊 这是我家 这个地方 能让你想起一点什么吗 我跟随周先生这么多年 最讨厌的就是这种官邸 那些当官的不顾百姓死活 肆意妄为 谋求私利 没想到 我以前居然是 现在最讨厌的人 也许 你以前是个好官呢 艳势番番主 会是好官 可儿 啊 我 这 这 这里 这里是以前若婉住过的地方 带我进去看看 大一 小伙儿 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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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堆胭脂盒 一个我从小带着 一个在我娘那儿 我不知道原来是一堆 直到我娘通过这个胭脂盒 她认出了我 后来我娘死了 我就一直把这堆胭脂盒 放在这儿了 这是你送给她的吧 那我问你带了什么 我没有带了 真正的行为 没有错过 你没事吧 想起什么吗 我去救若万杀了很多人 才把她救出来 我说是回不来 你便留在这儿 做我的墓碑吧 那时候有个孩子 那孩子就是你 可当时我没理会 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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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明 等等 孩子 孩子在里面 来不及了 走 娘 孩子 孩子 我的真儿 我的真儿 这是我们俩的孩子 你为什么要抛下我的真儿 为什么 真儿 你不想起来 为 解开若万的心间 我从教会保育院 找来一个年龄相仿的孩子 你看 我把真儿跟你找过来了 珍儿 怎么了 怎么回事 怎么了这是 珍儿不见了 珍儿这不是在这儿呢吗 这不是珍儿吗 她不是珍儿 她没有叶春河 她不是我的珍儿 我求求你醒醒好吧 把我的珍儿召回来 求求你了 当初你娘挺喜欢养真的 心情也好了一阵 可是不到一年的时间 她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 她认定没有胭脂盒 就不是她的亲生儿子 看着她思念成魔的样子 我心里很内疚 所以我就带着艳势范的旧布 又到了马贼村 想把你找回来 可是到了那儿以后 原来的马贼村 变成了一片废墟 人都不知哪儿去了 我们辗转了 我们辗转了好几年 才找到你们新的据点 也就是在那儿 我第一次见到你 你们既然只是要找我 那以后为什么要独自 我们刚刚的 就被当成了交匪的清军 马贼向我们开黑墙 当时局面太乱 不知谁先动得手 后来局面就无法收拾了 我们也没办法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你怎么把这些 过游戏把这两孩 都给我找出来 你怎么办 你是叫蓁儿吗 蓁儿 你是我的蓁儿 我的骨穴 我的儿子 是我懂了你的 你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 你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 原来这一刀 是我青山儿子留下的 都是我的错 是我夏林凯的墙 是我待艳势翻图的村 就不会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是那个村秀 事情即将来那么多 那我偿真是 limits 你怎么想点给大家 我都是我的楸子 我是你 不用把一个人 你的灯 我 你都不知道 我便了 你还要是我的人 我能理解 辰辰恨你的人 并不是我 那是谁 你的女儿 杨语初 语初 语初 你安宁 我对不起的人太多了 可惜我的时间不多了 莫等是罪 你还有时间 为什么最后才让我想起这些 为什么 你在待会儿吗 我出去等你 回来啦 回来啦 你怎么知道 老码头告诉我的 你最近还好吗 你回来啦 可艳势范已经什么都不识了 我是陪杨明回来看看他 他恢复记忆了吗 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 所以想回来找记忆 也顺便跟过去告个别 命不久矣 他伤得很严重吗 子弹打伤了脊柱 站不起来了 内脏也被打穿了 所以 他很想回来看看 我认识一个特别好的美国医生 也许他能帮什么 他可以联系到最好的医院 他是不是不先 你再带我去 你去的 你那吃点 你吃点了 你要吃点 你都给你个大处 你吃点了 你吃点了 果然 你心里最重的还是他 李初 都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对你来说 这个小屋的回忆很多 对吧 当然 这个小月就是你为他见的 对你而言 这里面全是甜蜜 可对我来说 这是我最不要回忆的地方 你知道吗 从这个小娘走出去 左边第二间房 就是我娘的房间 她活着的时候 每天都在门口痴痴地等着你 可是她等来了什么 她把自己耗美了 耗尽了 到死 都没有把你等来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娘 对不起你 对不起我又妈 一句对不起 我就该原谅你是吗 不 不是的 那是什么 你想让我怎么样 任你这个爹 我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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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配 你什么都不配 我娘死的那年 只有二十八岁 二十八岁你知不知道 而我这个女儿 自从出生 就被你施入草剑 我在杨府待老八年 这八年里 除了我娘 根本就没有人在乎我 娘刚死 我伤在待孝 你却迫不及待地 另结新婚 杨茗 我想问问你 在你心里 在你心里 我和我娘到底算什么 我们到底算什么 我知道现在 说什么都弥补不了我的错 但是我还想告诉你 我 我不是 不是想伤害你和你娘 我和你娘 原本就是一个错物 是家族联姻的牺牲品 现在说这些还有用吗 到底是谁错了 是你 还是他 没错 娘嫁给你的时候 确实是因为 是我家族的指派 可是嫁给你之后 她有过一丝月言了 她对你有一丝一毫 都不好吗 她 娘认命了 接受了 她只是想要本本分分地 做一个好妻子 好母亲 她幻想着有一天 你能够看到她付出的全部 能换来一点点 换来一点点哪怕一丝丝的温柔 一丝丝的变化 她难道不对吗 是我 是我错了 我错了 就这么轻妙带写的一句话 你就打算把这一切 全部都抹去吗 这么多年 我以为你已经死了 可是你不仅没有死 还失去了记忆 那天真的毫不公平 凭什么你自己做的恶 自己全部都不记得了 这么多年 我以为我已经快要把你给我好了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为什么要出现在我的面前 为什么 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为什么要出现在我的面前 就动手吧 就动手吧 立正 我见你们呢 没事再还 该见我 by bwd6 我 不要 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看得出来 他特别想让你叫他一声福气 原本我以为带他回京城 如果能让他想起一切的话 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会不一样 就会更好相处 可今天他一叫我真儿 我就受不了了 哥 你知道 我是阿姨 我不是杨澄 这件事情 无论他有没有恢复起 都改变不了 是改变不了 但阿姨 血能无水 他是你父亲这件事情 也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这两个月中国的变化你也看到了 大清已经快不行了 你跟我去南方吧 跟你去南方 然后再打回京城 你不要再帮我幻想了 阿姨 哥哥 你不是同一类人 你 你无法理解我的苦衷 也不可能说服我 就如同我无法说服你一样 伍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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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你 娘 你等了他这么久 前当天 他终于回来了 可是我没有想到 他全城快就死了 他这个人 就连要死 也不跟我们娘娘 大声找你 娘 你放心 玉初已经长大了 你一个人在那边 一定要好好的 如果你遇见杨明了 不要再像以前那样 苦苦求他 忘了他 就当他是个陌生人 生生世世 生生世世 都不要再遇见他 周密 周密日好 周密 黎叔的后事都处理完了 我把骨灰 埋在革命烈士公墓了 我想 这应该是他最想要的归宿了吧 黎叔这些年跟着我 没少吃苦 也没少替我挡子弹 如果我是伤呈罪 我都 我想那天 墓狀 园 真的吗 咯 别这样 还有很多事要等着你来办 你现在可是武汉军政府的周秘书了 对了 玉冰 过期日子 我跟阿易还得再去趟上海 怎么还去 不都谈完了吗 哪有 唐少医 倒是向上头递交了共决议案 有心粗成共和 可谁料着文书啊 迟迟未被批复 估计这会朝廷内部 也是天翻地覆 所以和谭就暂时搁置了 那你们还没有达成共识 当然有这么快 如今不通过打仗 而是和谭的方式 已经很不容易了 革命没有不经历阵痛的 对了 这回苏先生会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苏先生在南方代表中 那可是有颇高的威望 相信这次他去 一定会有新的气象 每次一谈到革命 你这脸上的神情 就和平常不一样 要我看呀 应该派你去做代表 说服他们才对 好 天气一发凉了 王爷 你要保重 不要落下病根啊 老朽的残局已是丰烛之年了 又何须在乎心田什么病况啊 我知道 知道 您老是关心南方战事 这才旧病未去 有天心律 这次南北和谈 听说上海那边回了信 革命党又提出了 彻底停战的条件 什 什么条件啊 情敌逊位 什么 逊位 不不不 这绝不可能 我大清数百年继业 怎么能拱手让人哪 哲宇王爷 这事万万不能答应 就是太后和皇上那边 也绝计不会硬上的 是是是 绝不能答应 否则 大清可就真亡在咱们手里了 这事 我和摄政王已经商量过了 摄政王的意思是暂缓和谈 我们需派一个新的代表团 和南方政府谈判 明确我们的底线 无论如何也要保住皇权 正宇王爷 您认为 袁世凯还可信吗 目前 袁世凯手握重兵 是我们抵抗革命党的唯一筹码 但 他老奸巨华 心不在大清 和洋人关系又甚好 无计 他两头斡旋 骑墙左右观望 看哪头给的筹码重 他便跳向哪一边 但我断定 他最终想做的 并不是大清的救星 而是 这江山的主人 是 即便如此 如今的大清 除了信他 又能如何呀 不管你说 我还指望他 能帮大清 抱下最后一张脸面哪 我还想让他 我还想让他 一张脸面哪 我还想让他 本人 我还想让他 也想让他 他想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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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好吗 我知道 自从朝廷隔离你的爵位 你心里老大不痛快 有什么心思别憋着 和我说说 我没有不痛快 倒是你 昨晚没事好不好 睡不着 在海上的这些天 我很少闻入梦 怎么了 我一直都想不通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接受和谈 难道革命党已经和朝廷平起平坐了吗 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来上海 心里特别慌 别想那么多 革命党 就因为打不过我 所以才求助我们和谈 可如果袁世凯真的占据优势 他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剿灭革命党 而非要选择和谈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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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一直觉得 保住皇室是我们的底线 可是我没有想到 现在连争取这条路都如此艰难 真的不敢想象 如果蜻蜓没了 我们该怎么办 还能去哪里 还能去哪里 真的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大清就这么美了 不管世道变成什么样 我们总归会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 算了 不说这些烦心事了 你看这海 很美 多美 多美啊 小的时候一直住在王府里 从来没有见过海 周明 你去过那么多地方 日本 英吉利 德意志 看过那么多片海 和这片还有什么区别 这个地球上海水都是相通的 我在英吉利的时候 没事就到甲板上 晒着太阳吹着海风 感觉特别好 好 我也这么觉得 语初 嗯 你喜欢海 那以后 只要是海水能流到的地方 我崇利明都带你去 别动别动 刚特别美特别好 再来一张 好 来 一二三 好 好 喝一口 可算到了地上了 真一路上把我折腾得够呛 你 爹 王爷 现在上海到底算谁的 咱们大清的还是南风的 上个月上海也闹起义了 这里 现在归护军都督陈妻没管 看到没有 这些都是护军都督府的人 敬礼 黎兵 德琪王爷 陈都督特别嘱咐属下 让我等在此 恭迎诸位 多谢陈都督的好意 多谢多谢 德琪王爷 饭店我们已经订好了 路线也反复挑选货 肯定没问题 德琪王爷 请上车吧 好 上车 那我们也走 那个 那个 那个谁 那个 别言心 过来 是 看见箱子没有 都给我搬上车 那帝要求 只有一个人 不能再找到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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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